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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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东西可以刻 这个是大家想知道的其中之一 那我这边的话就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 可以去买的一个商品 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价格的话大家就自己参考 我是觉得不贵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 它在这边里面有一个组合包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可以去买 它这边有一个开服的这个纪念商品 它总共有编号123 还有4 总共有4个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这4个我会建议你都买起来 第一个是加6的武器确定 它只有257块 所以非常便宜 它的价格非常便宜 但是它的内容其实就普普通通 但是也不是说不好 这样子 它第一个它里面有给你4个 那个房卷 然后50个龙钻 然后再来是一个 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蓝变 日本特有的蓝变的製作碎片 然后再来是加6的武器 还有一些加0的科硬装备 那以我自己身上来讲 就是这样 像这个原本是加0的 这个的话加0 然后还有一些 这个加0什么 这个也是给的 这个我自己冲的 那这个的话是任务打的 那这把武器 细件呢是系统它给的 所以是它就给了 这把的 这一个商品的价值 大概就是这样子 它的加6武器 算是新手包 但是它给你的50个龙钻 基本上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绿变跟绿娃 这两个东西它直接给你 然后还有50个龙钻 一样是给50个龙钻 哦不对更正一下 10个龙钻 绿变绿娃加10个龙钻 然后还有一张这个 制作碎片 栗子的制作碎片 那个变身其实就是 画面上看到这一个 那这个的话它是800 800块台币 然后再来 右边这两个就是 蓝变跟蓝娃 那这两个的话呢 它的内容基本上组成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都是给50个龙钻 然后还有一个 稀有变身的这个制作书 不是制作书 就是卡片 直接给你一个卡片 然后还有一个 例子的制作 这个制作书 它为什么给这么多呢 因为 来 我们这边全部 这四包买完之后 你会总共会拿到四张 这种这个制作书 那这四张制作书 你还可以合成 拿到这一个 日本独有的这个蓝变 所以也就是说 这四包拿起来 像这个蓝变啊 这张蓝变 因为你只花1279.5 这个蓝瓦也是一样 1279.5 然后这四个买完 然后你还可以再获得一个蓝变 就是这样 给大家看 原本的话 像这个的话就是 保底蓝变的嘛 拿到这一张 然后四个都合成之后呢 我就拿到这一张 那大家注意一下 这两张的这个差异啊 主要是在它的这个涌唱速度 这个是10% 这个黑暗骑士它是10% 那这个的话呢 它就是15% 但是你看到这边 它是万能型的变身哦 它是蓝变里面 非常非常少有的万能型变身 也就是说 你拿近战的时候 拿近战的武器打怪 可以 那远攻的时候 妖精拿远攻的武器打 也可以 那它会怎么打呢 我们就来示范给大家看 我先随便瞬移一下 找个没有怪的地方 那我现在装十字弓 我们就射它 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丢书出去的 然后 当靠近的时候呢 我现在切成箭 哇 它就拿书去砸这只怪物了 这个 OK 它现在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所以这这四包啊 如果你要拿这只蓝变的话 这四包一定要买 那这四包的价值 值不值这些钱呢 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台版跟韩版的话 你要一张蓝变 至少要买两 两包啊 两包那个 拿到两张制作书 才能去制作 那这个日版开服的活动 它就是用很便宜的这个价格 就让你去入手 所以这四包呢 我觉得是必买 然后再来 切换到这个 强化这边 强化这边 它这边有一个 上路 就是应该是登陆的这个 算是他们 开服的一个奖励包 它只卖五十万天币 然后它 卖了两天 算两天的时间而已 那它这个内容有什么呢 第一个是 你会拿到龙钻十个 然后再来有一个什么 算是消耗品箱啦 两个 然后再来 有一个凭证 这个凭证可以去兑换收集品的这个效果 那它只卖五十万 五十万的这个金币 很超值哦很超值 然后再来 旁边这两个 这一个 以及这一个 这两个就是等于是 直接卖蓝布的意思 可是它会送你 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神秘的珠子 也就是说 这张蓝布 如果你不去使用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 配合这个神秘珠子 直接去做 抽蓝武 就是你随机就可以去抽蓝武的意思 那这个的话 当然有机会去抽到红武 我们今天早上就有人 直接用这个方式去抽到红武 这个运气真的非常好 那它才八百块 我觉得CP值来说 以这个一个新的事物先讲 CP值算是非常非常高 然后下面这一包呢 它比较不一样 它除了有蓝布 跟刚才那个 神秘的珠子之外 它还有一千两百赚 所以这两个比起来的话 这个会比较划算 因为它还有一千两百赚 那这个的话 当然你要两个都买可以啦 所以这个的 下面这一个 它只能限定买一个 这边只能限定买一个 那这个的话就无限量啦 所以你当然是优先买这一个 优先买下面这一千两百七十九点五的这个 然后有多的预算 你再去买这一个 然后再来 最后啊 也不是最后 应该说小客玩家可以去挑战的 就是这一个箱子 这个是武器箱 那它里面呢 除了给你一张祝福的五卷之外 还会给你一张祖咒的五卷 然后 蓝赚一百个 还有一个 一个凭证 这几个是百分之百一定会拿到的 然后你会有机率 去拿到其他的这些武器喔 那这些武器你可以看一下 从直五到红五到五官系列就是蓝色的 那最下面这边可能有一些 这个白五啊之类的 这个是都有 你都有机会去拿到 那它的售价是一千两百赚 那一个角色呢 应该是一个角色喔 我看一下 它可能是这个 它的限定购买两个啦 它应该是账号限定啦 应该是账号限定 就是购买两个 对应该是这样的喔 然后 你看一下我开到什么 我目前的话我自己开 是开到了 这一个 破坏钢爪 这个是破坏钢爪 以这个新的伺服器来讲 因为它开到的东西都是 可以交易的 以新的伺服器来讲 破坏钢爪的价格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 可以交易的价格应该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我买这一包 基本上我算是赚到了啦 我算是赚到了 好 然后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几个很眼熟的这个画面 这三个 这三个就是遗物箱 不管它是什么遗物箱 反正 这三个遗物箱 大家都在做什么 就是你可以 在台版韩版的话 就是拿去制作一些限量的东西 限量或者是限时的东西 没错 在这个里面它也是去 让你去做那个限量限时的东西 可是有人说这次活动很佛心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价格好了 好 这边有个2000赚的 2000赚只能买一次 但就是它里面一定有比较多的东西 2000赚的这个 除了有11个遗物箱之外 它还给你100个龙赚 所以它卖了这个价钱 那如果你只单纯是买11个的 这个箱子的话呢 遗物箱的话呢 是1000赚 那如果你单买的话是100赚 那这个遗物袋啊 它里面可以开出遗物袋 可以去制作什么呢 它可以去制作英雄级的 恶魔王系列的武器 所有职业都有 恶魔王 那它总共需要的是 42个 以这把武器来说啦 恶魔王帐 恶魔王这个是什么 恶魔王双手剑 恶魔王双刀 恶魔王弓 它这个每一种的这个价格不一样 恶魔王弓很贵 要66个带子 但是它是几率制作的 但是 今天其实有蛮多人去做到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抽了多少 但是确实是有人去用这个方式去做到 那他们的说法是好像蛮 就是几率没有很低啊 它一个伺服器都有限定啊 每个伺服器都有限定那个数量 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有 想要有点课金啊 就是你本身就是没差这些 就是预算足够的话 你可以去挑战这些 这个课金的部分 就是三个遗物箱 这个都可以去买的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大概就跟台版差不多 其他商品啊 就跟台韩版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是觉得 这些限量商品啊 限量卖的啊 像这个都有期限的 这个真的超便宜 这个建议大家就赶快买一买 那如果你有多的蓝赚的话呢 你再去譬如说拼个视频啊 拼个其他的武器箱啊之内 或者是去抽红便 几率抽红便啊 这个都可以试试看哦 这些 这一页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考虑啊 好 那以上呢 这些影片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韩版 这个商城 的那些内容 哪些可以买 哪些是小编值得推荐的 那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一下订阅 就可以随时收到小编的这个 在日本上面的这个 游玩体验 跟心得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